最近的网络流行语,咱们还得接着聊 不过跟他们不一样的是啊 咱们书馆里说的是书,聊的是古 咱们可没那么些八卦 那么说今天咱们是不是该聊那个会写诗的情僧 六世达赖喇嘛苍阳家错了 不行,今儿咱肯定聊得到他 不过呢,咱们得先啊 把他背后的那个男人聊完了 谁呀,就是主持认定 他是武士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那个男人 西藏武士第八,桑杰家错 这俩名人缺了得了 这两个男人有关系不说吧 然后啊,名字还几乎相近 谁也没苦,只苦了我们这帮说书的了 在多方的重压之下 终于在1696年 这桑杰家错呀 给这个武士达赖喇嘛发丧了 就在布达拉宫建了金灵古塔 成练了武士达赖喇嘛的精神 1697年的九月 宣布了确立苍阳家错为第六世达赖喇嘛 可是这会儿的六世达赖喇嘛 16岁了 大人了 您不能跟现在16岁的孩子比 现在16岁的孩子还初中呢 可是那会儿 16岁 哎,又是藏族 已然成人了 我还跟您这么说 在这个西藏僧团 把这个六世达赖喇嘛 苍阳家错 接到拉萨去坐床之前呢 这六世达赖喇嘛 一个正常男子该有的快乐 他全都有了 还有这个正常男子啊 不掌握的 就是人家还会写情诗 人家呀 还懂佛法 这会儿啊 这六世达赖喇嘛呀 没故事 咱先把他放上 咱们先接着说呀 把他成为达赖喇嘛的那个人 哎,就是武士第八 桑杰家错 这会儿桑杰家错啊 正是心里不做主的时候 为什么呀 因为这康熙皇帝呀 在得知这武士达赖喇嘛 已经原寄的消息之后啊 给他下了一道旨意 可是把他下得够像 这旨意的原文呢 有一句是这么写的 朕必问耳诡诈欺 达赖喇嘛 班臣胡托克图 诸改尔丹之罪 发云南四川陕西等处大兵 如破改尔丹之力 或朕亲行陶尔 或前诸王大臣陶尔 意思就是说呀 小贼 哎,你等着我的 你敢蒙我呀 早晚有一天 我就发这个云南四川陕西等处的大军 就像剿灭改尔丹一样啊 去讨伐你 这桑杰家错啊 实际上他吓坏了 他知道啊 这康熙皇帝 是一个说得出来 就做得出来的着 那第三次啊 这讨伐盖尔丹大军呢 已然整备好 到了包头集结了 这盖尔丹呢 他死了 看来啊 谁要是惹了这个大青桃 惹了康熙皇帝 这事还真不容易善了 所以说呀 他害怕了 可是这会儿啊 更急迫的事来了 他想害怕这个事 都没功夫了 咱们呀按实力分析 实际上这会儿啊 这康熙皇帝 也没有能力 真的打到雪域高原 向这个桑杰家错 兴师问罪 因为确实是太远 太荒凉 至于西藏嘛 这会儿 康熙皇帝 以及大清朝廷 只要还能约束得住 就不打算过分的插手 牵着你们啊 就不如拢住了 你们背后的人 背后的当权者 谁呀 何硕特韩国 拉藏韩呢 这会儿啊 老的拉藏韩 已经过世了 就是前文书 咱们提到过的 那个受过册封的达赖汗 新的拉藏韩 已然继位了 他就总怀疑 他的爹呀 是让这个西藏的 第八桑杰家错 主谋啊 给害死的 因为有传闻说呀 就是这老的拉藏韩 和这个第八桑杰家错 两个人见过一面 以后啊 就突然死去了 这件事儿啊 在这个新韩王心里 还憋着劲呢 这布达拉宫里 又传出了 武士达赖 已然原济的消息 并且转过年来啊 稀里糊涂 还来了一位六士达赖 这位六士达赖 可不是转世灵童 是一位转世小伙子 已然十六了 按说呀 这达赖也好 班禅也罢 转世的时候 得跟人这个 何硕特韩国的韩王啊 有个商量 有个穿户 可是这件事儿啊 俨然没有 稀里糊涂啊 这拉赖韩身边就多出来 一位十六岁年轻的 白赖喇嘛 有心对这个西藏第八 兴师问罪吧 现在呀 人家这个西藏地方 甘丹破章政权 也很壮大了 闹不好啊 还不一定就能 治不过人家这群藏族人 那怎么办呢 哎 他有办法 他琢磨了 论起来呀 要是按政权算的话呀 还是我跟中央朝廷 跟这康熙皇帝 关系更近一点 干脆呀 哎 咱们上上策吧 一张邮票八分钱 我先让你小子恶心半年 他就时不时的写信到 康熙皇帝那儿啊 说桑洁家措 以及六世班禅的坏话 他说呀 立这个苍阳家措 作为五世班禅的转世灵徒 完全是桑洁家措 一个人说了算 根本就不是这 藏传佛教 活佛转世的遗鬼 并且我观察了 这个所谓的六世达赖 假和尚 他好喝酒啊 写情诗 有情人呢 还还诉个计 所以我觉得咱们应该要把他抓起来 压到北京城啊 您好好的神圣的 咱们前文叔啊 一直在说 这康熙皇帝本来就不待着三杰家措 因为这三杰家措 一下子欺瞒了 五世达赖喇嘛原记的这事 十五年 并且 他是康熙皇帝的宿敌 噶尔丹的人 借着五世达赖之名啊 没少替噶尔丹说话 替噶尔丹办事 所以说这康熙皇帝挺恨他的 哎 那这么一来呢 对他所立的这个六世达赖喇嘛 也没什么好感 再加上啊 这拉赞汗的三天两头的往北京写信 这小善的这么一扇会啊 这康熙皇帝就更不喜欢这六世达赖了 并且对六世达赖的身份也产生了怀疑 再加上啊 中间还有这么个事儿 哎 话说着苍阳家措 也就是这位六世达赖活佛呀 应该是个聪明睿智 有才华的人 为什么呢 您从他的诗里边啊 您就能读得出来 可是有一样啊 他现在啊 可并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因为这会儿啊 他十七八的大小伙子了 在这之前 他一直被养在礼堂 因为身份不变公布 所以啊 他一直过着一个世俗阔少爷的生活 什么女人的感情啊 他全经历过 要不去这诗也不是为写的这么好 那么酸 那咱们在这儿就有个问题了 那作为活佛的准事 这苍阳家措 那他能进女色 能破这些戒吗 能 那我跟您说的为什么啊 因为啊 这苍阳家措呀 是从这个礼堂来拉萨的路上 路过这个浪卡子线的时候 才被武士班禅大师啊 收为了徒弟 剃度受了沙咪戒 也就是说 这会儿人家刚是和尚 前边啊 不是和尚 也没必要遵从戒律 所以说啊 这会儿的六世达赖啊 哎 这个活佛呀 可能性质少一点 哎 完全是个诗人 您想啊 这诗人呢 他又是个情绪奔放的人 他能从这个庙里待得住吗 一七零二年的时候啊 他云游到日喀泽 说是去看他的师父 他师父是班禅大师啊 当然住在这个日喀泽的 扎实伦布寺了 哎 这位达赖喇嘛呀 到了扎实伦布寺之后 没进去 直接就跪在了扎实伦布寺的门外 再看这会儿的六世班禅喇嘛呀 那帅透了 那这简直是一个帅小伙 绝不是一个和尚 身上穿着黄绸缎的长衫 手上戴着戒指 头发挺长 披散在身后 用一根皮条子在脑袋上勒着 嘿 这个帅就别提了 再看他呀 跪在地上 手里边拖着一个托盘 这托盘里放的是什么呀 他的袈裟僧袍和他的扳製达帽 那这些寺里的僧人都认识 这不是达赖佛呀吗 他怎么跪这儿了 谁也不敢上去问呢 是谁也不敢上去劝 只好一溜小跑来到里边 去见了这个班禅大师 班禅大师来到门口一问呢 哎 这六式达赖喇嘛开口了 他说 师父啊 我今天来呀 跪着求您是来还您东西的 我把您的戒法呀 通通还给您 您呢 恢复我的自由身吧 哎呀 可把这个班禅喇嘛给吓坏了 这这这 这像什么话呀 于是让一帮喇嘛赶紧呢 把六式达赖就掺进了庙里 连哄带吓 嘿这情景有乐了 一群老上师啊 抱着这个年轻的徒弟啊 是一通哭劝 最后也不知道怎么 答应了达赖喇嘛的条件 他才决定啊 暂时不还俗了 当时亲眼得见这些事的 有一位叫猎龙的大师 在笔记中就这样写道 说这个达赖喇嘛呀 天天就穿着绸缎的衣服 非常光鲜亮丽 手上戴着戒指 头上续着长发 每天就是开party 看歌舞 每天呢 就是喝酒 喝醉了就写诗 写了诗就睡觉 睡醒了 还是这套 这帮子喇嘛 叹气发愁 没眼泪啊 咱暂且不提 咱们得说说谁了 得说说那个 没份还想下区的拉脏汗 这事他当然不能放过了 是个好机会 于是他呀 有汁添汁 没汁加印 把这事啊 夸大了十五倍 就禀报给了康熙皇帝 这康熙皇帝一听震怒 这还了得 你别以为你简简单单 就是一个血域的和尚 那我爹说了 你达赖喇嘛一系 被封为所领天下事教 好家伙活得嘞 我这大清国的和尚头 就你这德行啊 我得想个办法 废了你 这事情眼看的不可收拾了 这西藏这边又出事了 坏子坏子 这会儿这西藏的地八 桑节家措呀 哎老糊涂了 他也是没办法了 他觉得这拉脏汗 太欺负人了 你有事没事的 干嘛老上皇上告我去呀 干脆呢 咱们一不做二不休 搬不到葫芦 洒不了油 你爸爸怎么死的呀 我让你怎么去吧 于是啊 他就买同了寒庭的人 在这个拉脏汗的酒饭中啊 下了毒了 结果不知道那天呢 怎么这么寸着拉脏汗呢 胃口不好 于是啊 就让这个小哈顿先吃了 哎就是小老婆呀 这小哈顿一吃啊 伸腿瞪眼 完了 再把这相关的人员一审问 这才审出来背后指使下图的就是第八 桑节家措 我要得给您呢 把当时的这个政治环境多提一笔 要不然您不知道为什么这第八呀 怎么就毒害了这么一个蒙古韩王 咱们书馆的老听户一定都能听得明白 哎就怕您呢 哎落下个一张半张的 所以这儿我跟您解释一下 这拉脏汗的祖宗顾史汗帮着这个达赖喇嘛的皇教 也就是格鲁派呀 取得了西藏的政权 并且建立了和说的韩国 这听起来呀 这顾史汗很大方 藏人至藏吗 不但支持你皇教格鲁派 而且建立了藏族自己的这么一个政权 叫甘丹颇章政权 那顾史汗有多好啊 也没多好 这甘丹颇章的头人呢 叫第八 这第八是顾史汗认命的 看着呀 这顾史汗是把西藏的十三问户交给了达赖喇嘛 交给了这位第八 可是呢 背后掌权的还是人和说特韩国的大汗 只不过这顾史汗的后人 后来的这些大汗呢 属于是皇狼下耗子 一窝不如一窝 一代不如一代 所以后来呢 他们就失去了对甘丹颇张头的第八的控制 这第八呀 就由达赖喇嘛来认命了 一直到五代第八 这桑洁家措呀 他就是武士达赖喇嘛 培养出来的徒弟 所以这西藏第八的势力呀 在藏区呀就越来越大 可是呢 实际上再怎么大 你这个藏区也属于和说特韩国的一部分 那也巧了 这和说特韩国的首都就在拉萨 也就是说这位韩国的大汗呢 也住在拉萨 哎 这西藏的甘丹颇长政权的这个大王 这个第八呀 也住在拉萨 这个达赖喇嘛 也住在拉萨 这会儿听着呀 这拉萨就好像耶路撒冷一样 各种势力纠结在一起 拧着劲这么乱 所以这第八呀 才有能力谋杀大汗 那这第八谋害大汗不成 被人发现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打呗 两边开仗 我呀 没白评价他们家是黄二郎下斗鼠子一带不如一带 结果这大汗还就真没打过第八 让人家轰跑了 轰哪去了 轰到了藏北地区了 可是人家跑了呀 哎 也没死心 身后练鞭 整顿了藏北的一支蒙古势力 叫达木蒙古人又杀回了拉萨 这几番拉锯之后 最后这西藏这位第八桑杰家措 这会儿啊已经是个老头了 被人逮住了 在哪儿逮着呢 在堆龙取水一带 就在堆龙德庆宗的一个叫做囊子的地方 就让人家和硕特韩国的拉藏汗给弄死了 得 这么一来呀 这第八桑杰家措在咱们这书馆里呀 他算是卸了木了 可是他卸木不行 他把六世达赖撇下了 那这会儿的六世达赖呀 就像孤儿一样 在这布达拉宫里呀 他没有主心谷了 哎 四外全是蒙古政权 他心里明白 支持自己的桑杰家措死了 现在在这儿当权的大韩呢 蒙古人 他不喜欢桑杰家措 也不喜欢我 可是呢 现在呢 自己呀 躲在布达拉宫当中 人单事故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于是这六世达赖喇嘛 也只能等待着 针对他的最后审判 要知这六世达赖喇嘛 情僧 苍阳家措最后的结局如何 您窃听下回 分解 为了宝贝 岛站在地域南东西 现在存在巡山就是 OK 帅 acc